胃疼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啊 一疼你就先往胃癌上想 我们一般目前认为 可能和胃癌有关系的这个胃疼呢 其实有一个 嗨大家好 我是胃疼周秦生 总有朋友问我 秦生啊 我这个胃疼 它是不是胃癌所导致的呀 甚至有些朋友 去网上研究啊 到底哪个位置的胃疼呢 它是一个胃癌啊 甚至有人来医院 给我指指 这个地方胃疼呀 它是不是胃癌所导致的呀 结果你一看 它指的胃子都不是胃 所以说胃疼这个东西 我要说的是 它和胃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 你不能说这个胃疼 例如说您吃东西 吃了刺激了 吃了辛辣了 导致胃抽筋了 就是胃痙磷了 这种胃疼 它就是胃癌所导致的吧 或者是呢 您的这个胃 它被这个胃酸过多 或者是胆质分泌 就是胆质反流这些东西 就反正烧心这些东西 口苦这些东西 所刺激的这种胃疼呢 它就是胃癌所导致的 这是胃痙磷 或者是有人 就是说胃练膜确实有损伤了 有这个胃迷了 胃溃疡 这也是有可能导致胃疼的 那么胃疼 这它作为一个症状呢 它就和感冒中的发烧一样 发烧可以在感冒中出现 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 都可能导致 也可能就是说 出现在气管炎上面 甚至有人拉肚子还会导致发烧 那你不能说 有个发烧就是肺癌所导致的吧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胃疼 这个东西你不能说 一疼你就先往胃癌上想 我们一般目前认为 可能和胃癌有关系的这个胃疼呢 其实有一个 就是说你平时爱吃药 控制这个胃疼 效果都挺好的 一吃药这个胃不疼了 但是就是说 有一天你这个吃药 突然间效果特别差 或者就是吃药之后 你这个胃疼它不缓解 那么这时候 你就需要谨慎的考虑一下 是不是胃癌所导致的 就是说药物失效之后 那么这个胃疼 这种胃疼呢 它可能变性了 它的本质上 和胃溃疼这种胃疼的本质上 出现了改变 那么这种胃疼 你需要谨慎的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胃癌所导致的 那么如果在伴随酒贫血 大便发黑 也就是百游样便 就是黑便这种情况的话 你更应该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胃疼 那么就算它不是胃疼 也可能是胃出血 这些原因所导致的 那咱说实在的 胃癌它可能当下要不了你命 但是胃出血这东西 可能直接要命呀 人就那么点血 你大量出血 你可能要命不可能 它可能比胃癌还要恐怖 所以说呢 胃疼这个东西 你不要上来就先考虑胃癌 或者研究哪个位置了 胃疼是胃癌 胃那么大 胃里面面移那么大 哪个位置疼 它都有可能是胃癌 你不要说是 这个位置疼肯定是胃癌 那个位置疼肯定是胃癌 这种说法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客观的 也是不科学的 那么关于胃疼和胃癌的问题呢 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